传承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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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传承信物 传承信物 我们晓得这个禅宗 最有名的就是传义 这个 到了六祖以后 惠能以后 就没有再传义 因为这个传义也容易引起这个纠纷 容易引起很多弟子 大家抢着这个义 那传承信物 应该讲起来 跟这个也有关系的 跟这个禅宗 这个传义 好像 这个师父认为这个弟子修得好 已经有资格得到这个师父的真正的传承 那么给他一个信物 给他一样东西 说这个就是你的信物 这个信物是代表什么 可以讲就是一个印证 一个印证 表示你拿到了信物以后 你可以弘扬 师父这个传承 所以五祖红人 把这个衣服交给了这个六祖费能 那么六祖费能得到这个衣 就等于是得到五祖的这个印证 他已经得到印证 所以他赶快走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得到印证 会追他 会去追他 把这个他的衣 这个信物给他追回来 大家都晓得这个故事的 这个典故 在佛教里面很有名 以后六祖以后 他不再传这个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衣 也起了很大的疚忽 关于这个密教 这个传承信物方面 当师父的印可一个弟子 印证一个弟子 可以给他东西 可以给他这个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的传承信 那我记得这个 这个甘丹赤八法王 他到了我们这里的时候 这个天青这个格西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有一几样很重要的东西 要给你 要给我 我说给我做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便不是很重要 他说很重要 在我看来是不重要 那么他要给我 我就是随言 也就收了 其实这个东西啊 也是一个印证 也是一个信 那甘丹赤八法王 是防教的教主 教主给你东西 他给我什么东西 就是给这个 他用过的金刚处 这个他用过的 这个金刚铃 他用过的这个手骨 这个手骨 他都是他用过的 另外呢 他用过的瓶 他用过的念珠 他用过的念珠 另外呢 就是他穿过的 法王的衣 法王袍 这个很有意思 黄教的教主 给我这个法王 他穿过了这个法王袍 所以这个天清革西啊 他这个translator 就是他翻译 他说这几样东西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是象征什么呢 就是传承信物 就是一种印证 也就是你可以穿这个衣 你可以用灵 用处 用骨 可以用念珠 一个教主给你这些东西 就是代表信物的 一种印可 一种印针的意思 所以师尊以后啊 也会送给大家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一种传承的信物 像师尊穿过的衣服 就是传衣 这个就是一种传承信物 甚至好像是说 师尊的这个所书 这个写的字 以前师父给我写的这些字啊 我还是保留下来的 这个也是一种传承信物 所以传承信物的 它的种类非常的多 种类很多的 那么卢师尊所得到的 这个师父给我的传承信物 一时之间也讲不完 太多了 那有几个代表性的 像这个了名和尚 他是给我这个金刚灵 金刚灵 他送给我一个很古旧的 一个金刚灵 我现在收起来啊 藏得很好 灵虽然不起眼 以前随便放 现在知道这个传承信物的珍贵 所以把它藏起来 害怕被偷走 是有这种事啊 那天我经常在用的一条念珠啊 突然间没有长翅膀就飞了 这个主熟的鸭子也会飞啊 他不知道飞哪里去 也不知道谁拿走 我也无所谓啦 但是我亲所给你的 是应正应可 你摸移摸走的 这个就不太像啊 不算吧 对不对 虽然是师尊用很久的念珠 害我换一条新的念珠啊 他旧的那条念珠 不知道谁给我摸走了 他以为这个是传承信物 所以他就摸走了 你传承信物要师父亲所交给你 才叫应正应可 你不能偷走我的这个印啊 我也有很多印啊 我画画经常用那个零印 很多印 你拿摸一个卢圣院去 到时候咕咕咕乱盖 这个不是的 这个你偷走的不算 那么了名和尚呢 曾经给我一个灵 一个金刚灵 大宝法王还给我什么呢 他就是给我水晶锁珠 珠子 很光亮很大的 他经常持在手上的 谁手他是给我的 这个就是传承信 撒迦正空上师给我什么 他给我一个那个寓意的 瓶 如意瓶 如意瓶 另外还有很多给我吉祥的这个信物 很多巴吉祥的这些信物 是撒迦正空上师给我的 那图登达尔吉上师给了 第一次的传承信物是什么 是水晶球 那是小的 他的身材高啊 我的身材矮啊 他给我的衣服 我可以套在头上 好 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讲这个传承信物 那么以前呢 这个联法生大事 这虚空的这个传承 他传给师尊很多的法 另外呢 他给灌顶 灌顶师尊 那这个虚空的传承 你要拿信物 就比较难 他是无形的 他给你无形的东西给你 你拿出来 我说这个是无形的 看不到 所以传承信物大部分都是有形的 都是有形的 以前也有 也有这个密教的 一样修密教的人 他质问这个卢师尊 你有传承信物吗 你有没有传承你以前师父给你的传承信物 那现在呢 卢师尊的传承信物实在是太多了 数都数不完 摆起来啊 这个一个客厅都满了 像这个图灯大吉上师给我的那一件 喇嘛大衣 喇嘛衣 一件就九斤重 九公斤啊 九公斤啊还是九斤啊 应该是九公斤还是九斤 很重就对了 很重啊 真的你穿起来没有办法走路的 哇 那一件大衣实在有够大 那个就是传衣 像这个教主 房教教主 甘丹翅巴 他给我那个华王衣 那个就是传衣 经常用过的 他自己用过的 都是用了好多年好多年的法琴 全部在我手上 所以传承信物多得很 传承信物很多 将来我也会给大家 给你ink 给你印证 可以了 给你一样东西 写几个字给你 以前师父留给我的字 我还有呢 以后拿出来给你们看 他留下来 他写那个藏文的字 还有写蒙古文的字 另外还有呢 那个施主给的 我常常拿出来给大家看 那个金刚守菩萨 用土去捏的 金刚亥姆 是谁给的 就是那个 甘珠 甘珠佛佛 甘珠佛佛给的 那个是施主给的 那个传承信物 这个是很特殊的 因为甘珠佛佛一般来讲起来 他的地位 以前在蒙古的时候 张家佛佛 甘珠佛佛 跟达赖跟班禅 都是一样的大佛佛 在蒙古就是张家跟甘珠 在西藏呢 班禅跟达赖 都是同等地位的大佛佛 所以我还有甘珠佛佛的这个传承信物 那我现在要讲这个传承信物 有些师傅是很喜欢用水晶球 水晶球给你 为什么呢 因为水晶球啊 是代表的圆满 世界上最圆的东西是什么 应该讲起来这个水晶球应该是最圆的 水晶球就是代表圆满 那水晶球又是透明的 我们常常讲心应 现在的师傅很喜欢流行 我给你印心 印心 这个是学这个释迦摩尼佛的 释迦摩尼佛以前 佛陀啊 这个年花 年花微笑 大茄叶袋底下 他看到他微微一笑 就得到这个释迦摩尼佛的心应 那么这一朵花啊 它象征一个心应 就是象征心应 那时候没有水晶球 我相信那时候假如有水晶球啊 佛陀会拿水晶球出来 给大家看 这是什么 水晶球代表圆满 透明啊 如心 透明如心 是完全代表空性的 完全代表 宇宙就是这种形状 把这个水晶球放大到无限大 就是宇宙 代表虚空空性 圆代表圆满 另外还代表明点 明点 明点以什么来象征 用水晶球来象征 用水晶球 明体以什么来象征 大的明体也是用水晶球来象征 所以水晶球应该讲起来啊 你做一个传承信物的话 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前师父给我这个 问你明白吗 那你就是要讲说 哦 我明白 这个就是明点 明点 就是明体 代表了空性 又代表了圆满 它的象征意义非常的好 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空性 西空啊 代表西空的 什么东西能够代表圆满呢 水晶球最圆满 什么东西能够代表心呢 心没有办法代表的 以空性来代表还是水晶球 什么东西是代表明体呢 还是水晶球 什么东西代表明点呢 还是水晶球 你看那个水珠啊 滴下来 西空中啊 你可以画成一个眼 画成一个眼 圆形 所以水晶球啊 作为一个传承信物 也是很好 那将来啊 希望那个 多加持一些水晶球 啊 啊 然后把这个水晶球 给大家 作为一种印证 作为一种印可 作为一种 好像是说 你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传承 看到水晶球 就等于看到自己的信 那么看到这个传承 完全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在传承信物上讲起来 我也想到 这个法王帽 法王的帽 那么有人讲啊 这个法王帽 一定要师父给的 亲手交给你的 将来我们也会传一些法王下去 所以水晶的法王帽很珍贵 但也有人讲 买来的不算 也有人讲买来的不算 买来的到底算不算 这是一个问题 留给大家以后研究 哈哈哈哈 义脉啊 师尊把那个法王帽义脉了 你买了 那你是不是法王呢 假如我在写一红信 在写几个字 你义脉法王帽 义脉了 义脉法王帽 你就是法王 签名 盛宴 那你就是法王嘛 这个就是传承信物 假如没有那一张条子 应该还不算 我们今天讲这个 专修一法 专修一法 这个秘法 本身无穷尽 很多的这个秘法 那么也有呢 很多的密系的这个经典 也是无穷尽 可以讲这个佛法 真的是无穷无尽 所以我们写法 你穷毕生的经历 去学习佛法 时间上是不够用的 我们小的这个释迦摩尼佛说法 他说了四十九年 那你写法 他说法就已经四十九年 想想看我们写法的这个时间 真的是不够用的 那么中国的列子 讲了一句话 中国的列子 讲一句话 这句话是 三道多七则亡阳 修行多法则上升 这个山里面 有很多的路 这个阳 在山里面走 走不出来 它会上升掉 这个比喻成为一个修行人 他学的东西学太多 一样的 还没有成就以前 他就已经生命没有了 所以这个密教的祖师 有很多的祖师 也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 好好的专修一法 专修一法 专修一法 所以这个 我们在学佛的人 我以前也讲过 很多的祖师都这样子讲 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多跑道场 多闻 去听 到了中年的时候 你要专修一法 专修一个法 到了年纪大了 专修往生 专修往生 就只有修往生 只修往生 这个是学佛的一个好像是说 一个窍门 一个窃窍 我以前 大家知道的这个 我以前很喜欢爬山 那有一次我自己就是 从这个 悟奉 从悟奉那里 的山里面进去 从悟奉的山里面 就省议会那里的山里进去 我想那个山 省议会悟奉的山 可以到达 大坑的山 大坑 那个山是连起来的 我知道按照地图里面看 在台中 大坑的山 跟省议会的山 是连起来的 那么我就想 我就想说 既然这个山是连起来的 我就可以从省议会一直走到大坑 走到大坑 结果我一个人进到山里面 一个人进山 年轻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爬山 爬爬爬爬 结果爬了两座山 好像上了山又下山 上了山又下山 就发觉体力不行了 然后要往回走 我想说这个山 往前面看 茫茫的都是山脉 不知道爬到哪里去 要往后走 一转身 发觉完了 有双叉路 也有三叉路 根本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的 那山里面又没有人 很快的你的身心 通通很疲惫 而且又产生了一种恐慌 茫茫的四周都是山 你如何走出来 到处都是路 哪一条是对的 你也不懂的方向 东南西北 一进去以后就迷腐了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登山 虽然爬山可以救人 因为你运动 这个是可以救人 医生有讲过 你爬山可以救你的身体 但是呢 登山也很容易发生山难 问题就是在这里 以后怎么出来呢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这个很神奇的 我碰到山神 由他这个指点 我才能够出来 这个人告诉我了以后 这一条路怎么走 明明这个 在那个树底下有一个人 然后他告诉我 怎么走以后 我走了 再回头一看这个人就不见了 哪里都找不到他 这个人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他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奇妙 他帮我指点从哪里出来 我才能够走出来 那一次也是很危险 这个爬山啊 这个大白天里面爬山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何况是那些更高的山 更这个雄伟 更重重的这个 重重的山 所以这里啊 就已经跟你讲了 一条路直直去 你很容易成就了 很容易到达彼岸 你多路走 走到这个奇路上 你就很难回头 所以我们修行啊 讲这个专修一法 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的上师啊 他也主张 一经 一经 一皱 一本尊 一经 一皱 一本尊 我们这佛中啊 是希望大家在修行上面来讲起来 你年轻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多看多闻可以 但是你到中年轻的时候啊 一经 一皱 一本尊 修多了 修多了 修多了法 反而无意 像师尊来讲起来 像卢师尊啊 像卢师尊啊 一个弥陀大法 永远不停 人就是修阿弥陀佛本尊法 一个弥陀大法 不停止 我也当然也兼修其他的 那个只是补助法 兼修其他都是补助法 我是修啊 这个弥陀大法 作为终生修持的法 另外呢 我还修 剥叶文珠 剥叶文珠 因为啊 佛陀啊 在世的时候啊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是讲剥叶的 我得到剥叶的传承 所以我修剥叶文珠 这是我的补助法 在剥法上 我修大威德金刚法 所以我三个奏 奥阿弥陀佛是 奥阿拉巴扎那地 奥吊利卡拉路巴 奥看耍 这三个奏我是长词的 今天讲到这里 奥阿弥陀佛 我们讲这个专修一法 我谈过啊 这个卢师尊修法 其实我修这样子的法 也是一法的 因为我专修弥陀大法 阿弥陀佛本身法 文珠实力啊 是从阿弥陀那里变化出来的 大威德金刚啊 是阿弥陀佛的变化身 也是文之实力本身的变化身 大家晓得吗 大威德金刚上面做的是文之实力菩萨 文之实力菩萨上面呢 是阿弥陀佛 这是三尊合一啊 我是专修弥陀大法 我也是一法深入啊 你看我修三法 其实也是一法 所以密教的主师讲 多就是一啊 一就是多啊 但是你不要起多 因为起多你会发很多的时间 你起一 一法相应啊 你万法就相应 以前密教有一个主师啊 他修观音法 但是他希望啊 文之实力菩萨显现来 但是他心里又想 我都是修慈悲门 都是修观音 文之实力菩萨会来吗 但是他在修观音法里面 既然文之实力菩萨显现 他就问文之实力菩萨 为什么我修观音法 文之实力菩萨会显现呢 结果这个菩萨讲 慈悲啊到最后啊 也是智慧 智慧也等于慈悲 智慧本身啊是体 慈悲本身是用 体跟用啊 一个是在内的 智慧是在内的 用之一在外的就是慈悲 所以观音在外啊 文之实力菩萨在内 智慧在内啊 慈悲在外 慈悲是应用的 智慧本身是体 它的本体 所以这个佛法讲起来啊 本来是一 便没有二 便没有很多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专修一法 能够印到万法之上 我也可以举个例子 我师公 师父图登达尔吉 师公图登达尔玛 图登达尼 图登尼摩 图登尼玛 图登尼玛 这个是谁 这是师公啊 几个图登达尔玛 他也专修一法 我们晓得他专修什么 图顾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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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明天我又修别的法 天天带着你们修别的法 其实我在这里修法这么多年 跟大家一起同修 你看过我修过别的法吗? 就是弥陀大法 这一法入啊 万法都会通的 年轻的时候啊 多去听、多去学 学多一点没有关系 中年的时候啊 专修一法 老年的时候专修往生 你看到这个卢世尊啊 最近啊 这个绕着房子啊 念佛持咒 绕着雷藏师念佛持咒 一个小时 我现在啊 又加修往生 其实往生很重要 真的 往生很重要的 念佛 阿弥陀佛 谁说我不念佛的 我虽然修密啊 我念阿弥陀佛 修密啊 也一样是念佛 但是我们这个要记得啊 主师爷 都教我们这些心要可解 你不要今天写这个 明天写那个 写了半天 都没有用的 有些人写禅 写禅 讲一些口头禅 那么有些 有时候又念佛 念佛也不是永远一辈子念佛 就念一段就没有了 阿弥陀佛也是要接你的时候啊 看你念一半而已 他就飞飞去了 他来一半他就走了 一样啊 你念一半啊 他就来一半啊 你修密也是一样啊 有头没有尾 每一个法都是有头没有尾 那么你修立宗 好啦我要修立宗 首戒三天 第四天又完了 所以要去度老府 你是什么啊 你不是狮子 你去度老府 你是山羊啊 我告诉你 山羊说要去度老府 真的是给老府当点心 所以我在神算的时候 我经常讲 这个有很多人要去读书啊 他来问我 我去读书好吗 我问他你几岁啊 他说四十岁 我说不用啦不用啦 不用了啦 上班赚钱要紧 有很多人来问我 我六十岁了 还有没有财印啊 我说休闲吧 休闲 一个人到六十岁还不发的话 发的机会很少 还不发的话真的发的机会很少 一个人到四十岁读书 还没有成就的话 我看你不用读了 所以我讲嘛 我们修行也是一样 要看你的年龄啊 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现在这个专一啊 专一也是一样啊 现在在美国的社会也都是专一的社会 像法律啊 你说去读法律 他完全分得很细的 属于行政上的法律 商业上的法律 甚至于现在还有那个 诸作权 你专精于诸作权的法律 不是每一个律师都懂得很多法律的 还有移民的法律 在美国的法律分得很细了 所以你专精于某一样 今天我们啊 学佛法也是一样 专精于一样 如是真专精于弥陀大法 你跟着我走 就一定可以往生 但是我便没有教你们了 每个人通通修弥陀大法 有很多的法 有很多的法 但是你专精于一样 你当阿世雷 当然你要知道很多的法 但是你也一样专精于一样 因为有阿弥陀佛 你就可以通五佛 通五个佛 有五个佛可以通岩石佛 那么五佛呢 底下又跟金刚萨陀相通的 金刚萨陀又分出来 跟所有菩萨相通 一法应万法就应 阿弥陀佛 那我们讲这个 空有不恶 那么佛教里面啊 谈空是最多 谈到这个空啊 是最多 因为佛法 又成为这个空门 那么为什么还要谈佑呢 因为这里面有提到 真正你觉悟的时候啊 你会知道啊 这个空跟佑是不恶的 不恶 不恶 就是讲起来 空跟有 是一如 而不是恶如 在这个心经里面啊 心经里面提到 色不亦以空 空不亦以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不恶 这个是讲什么啊 这是讲空有不恶 那么空有不恶啊 也就是说 空就是等于有了 空就是等于有了 有就是等于空啊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讲起来啊 举一个例子来讲 密教里面经常讲到 身跟心要一起修 那么身是什么呢 身是有 心是什么呢 心是空 那大家想一想啊 你要修这个心啊 没有这个身啊 怎么修 你没有这个身体 如何修这个心啊 你身体没有啊 心也就没有了 心是无形的 身是有形的 所以修行啊 在密教里面讲起来就是 身跟心啊 是一如 身跟心是一如的 很简单 举几个例子 空跟有之间啊 为什么称为不恶呢 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光啊 太阳光啊 是从太阳那里来 太阳啊 是有 太阳光是空 今天你把太阳拿掉 哪里有太阳光 没有了 那你要有太阳光 一定要有太阳 因为这个太阳本身啊 它才会发出这个太阳光出来 太阳是有 太阳光是空 是空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听 有没有 有没有 和尚啊 敲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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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鼓 一达 空 那个声音出来 那你听到这个声音 什么是空 什么是有 你看那个钟声 空 它是讲空的 钟声是空的 你抓不到钟声的 但是你听到的 这个钟是有啊 钟啊 一个钟是有 是在那里的 那么声音是空的 很多例子 闪电呢 是有 雷声也是空的 所以这个是合起来的东西啊 空跟有啊 本来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一个在内啊 一个在外 外的是有 显现了出来的是有 它的本质上啊 也许是空的 那么有的时候啊 你是说看到了是实有 但事实上它的作用又是空的 这个就是空跟有 这个一辱的现象 所以我们修行啊 在密教里面讲 我们不太偏移空 不可以偏太偏移空 也不可以偏移有 那个物质的现象啊 完全从空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但是没有这个物质的现象 也没有办法显出它的空境 那这个是修行的一个理论啊 一个理啊 一个道理啊 是这样子 我们谈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到底是空还是有 应该是有 七宝所成啊 你看到那个佛说阿弥陀经里面 有七 有这个行数 有这个功德水 有这个莲花 有金沙铺地 有罗格 还有呢 你想要什么 它会出现什么 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想要吃 台湾料理 香菇肉店 公 它就会出现了 它会出来的 它出来啦 你看了 哦 食意好 它吃吃吃吃 吃完 没有了 它吃完当然是没有了 这个就是化身 会产生出来的 但是到底是有呢 你说有嘛 是有 因为你想它的时候 它就显现出来 极乐世界嘛 极乐世界 你想它的 你有那个吃的欲望产生 哦 它就出来了 它吃完就没有了 但是从哪里来呢 从空中来 是有吗 是有 有 有行过网坑 它是空吗 它确实是空 因为它从西空中发生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你说有吗 是有 是空吗 也是发生 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所以你说这个空跟有 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是同一个东西 你听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有天液 天上的音乐在响 那轰吹过这些行数 它产生一种声音出来 很美妙的音乐 事实上也是发生 甚至所有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鸟 它不是三二道啊 没有畜生道 不会有鸟 是阿弥陀佛本身啊 御令啊 这个法音啊 偏不先流 阿弥陀佛 画出这些鸟出来 那么它唱出来的声音啊 它就是令你念佛 念法 念生 是阿弥陀佛画出来的 是有吗 是有这些鸟 是空吗 也是空 因为是阿弥陀佛所画的 本来没有 它画出来的 根本没有三二道 何来鸟呢 所以这个道理啊 就是讲 空跟有 是不饿的 是不饿的 要懂的这个道理啊 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了这个证悟 欧妈念变弥陀佛 我们再讲这个 空有不饿 空有不饿 你学佛啊 空有不饿的这个理论啊 要认识清楚 要认识清楚 而且要去体会 你从这当中啊 才能够开悟 才能够开悟 讲空的 禅宗是讲空的 禅 禅专门是讲空的 所以它有时候会笑 这个净土宗啊 讲有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我们禅宗啊更高 一切都无 讲禅的就是这样子 讲净土的就讲 你这个禅宗啊都是讲空的 你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目的只是狂 禅狂 但是禅宗认为 始终认为 自己本身的境界 一切到达了空境 那净土宗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依平 禅宗完全是没有的 他讲说心就是净土了 哪里还有净土 那心在哪里 心也是空啊 所以这个禅境之间 曾经有过这个互相的一种排挤 互相的一种排斥了 按照真正的佛学讲起来 西方极乐世界跟空是一如的 是一如的 你看长极光土 长极光土 这是空的境界 一样啊 西方极乐世界也有长极光土啊 但是呢 你这个境 这是一种境界的问题 每一种境界的问题 你真正啊 要显现空境啊 还是要有有来显现 没有有何来空啊 没有有何来空啊 所以今天你要修行啊 一定要用你这个身体去修 你这个身体 跟空相应 二则互相并存的 这是空有一族 这是一个很高深的这个哲理啊 空跟有啊 都是很高深的哲理 经常这个空步跟有步啊 互相辩论辩论来辩论去的 但事实上在《心经》里面所讲 空有是一族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是讲空有一族 有一个大师曾经问师尊 不要讲说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你讲出一个道理给我听 空有是什么 原来这个道理是什么 自然两个字 不要去理它 自然而然 你就能够融入 你越去转牛角尖 越没办法融入 越去转了 越没有办法融入 这个时候啊 你慢慢去体会啊 我们晓得人间很多烦恼 人间是有很多烦恼 烦恼是什么啊 其实你认清楚的 烦恼也是空 烦恼也是空 你能够体悟到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烦恼就是菩提 烦恼就是菩提 烦恼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你不要去理会烦恼 你就能够超越烦恼 因为你知道烦恼也是空 烦恼跟菩提 是相等 苦跟热是相等 你领悟了苦跟热是相等 我说 我说你快乐吗 快乐 请你把快乐拿给我 没有拿不出来 你痛苦吗 痛苦 把痛苦拿出来 也拿不出来 因为快乐跟痛苦是相等 是相等 所以烦恼跟菩提是相等 你慢慢去想 你慢慢仔细去想 你慢慢仔细去想 这些的道理 你会有一个物境产生出来 哦 原来如此 哦 原来如此 所以我现在 你看卢师生现在 我可以 我为什么要退允 为什么要退允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退就是不退 不退啊 也就是退 是相等的 我的心是一样的 生也是一样的 我在这个不退啊 不退一直做中午的事情 那也是快乐的 我退了也是快乐的 是相等的 只是因缘的关系啦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退允 那是因缘 因缘是缘分 是因缘到了 你这个 这个缘啊 这个退的缘已经到了 我是依照这个缘来走的 是自然而然的退 自然而然的退 没有什么理由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所以你想啊 你能够领悟到这种道理的时候啊 你就会解脱 你就解脱了 你就不会去执着了 执着的退啊不退啊 这些执着啊 你是依照缘分走的 这个道理啊 当然就是在其中 就是在其中 烦恼就是菩提 你不理会烦恼 你就翻转为菩提 你假如是理会烦恼 你就是执着 你就是执着 那空跟有的情形呢 是一样的 你一直生存在有里面 你就一直在烦恼里面 那你把这个有的现象弃除了 你就翻转成为空 就翻转就成为空了 那事实上有没有有呢 还是有有 所以我们每天过的日子啊 都是在有空之间 有跟空之间 今天我们吃饭 吃下去是有 一下子就变成空了 但是你还是要吃有化空了 每天都是在吃这个有又变成空了 西方极乐世界啊 是有空一如的 有空一如的 不能讲有 也不能讲空 因为你讲空 切实有罗格 有巴工得水 有行术 有七宝 有快乐 但是你讲 讲他是有吗 他又从空化出来的 讲他是空吗 他又有现实的现象 有现实的现象 有现实的现象 我们修行啊 真的 空有 空跟有之间 就是修行 オマネペミホ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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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